那现在看到为了来厘清银行双卡业务 是不是赚取暴利的疑虑呢 现在金管会就决定从这一周开始 会针对五大不同的发卡银行 来启动双卡业务的专案金融检查 了解是否有落实风险定价 还有赚取超额利润等相关情形 一起来看 信用卡 现金卡 结账这一刷 银行业者背后的利息是不是赚很大 为了厘清外界对银行双卡业务 赚取暴利的疑虑 金管会决定采取三大措施 第一 两周之内启动对双卡业务 前五大银行的专案金检 了解是否落实风险定价 定期检讨利率以及是否有超额利润 第二 要求有超额利润的银行 拟定客户的回归计划 第三 清查消费贷款 是否有超过借款人所得22倍的情况 不care银行对这项业务的影响 我们要care的是 这些人借不到钱之后 你走到地下话去 我们今天的决策 对很运输哦 除了预估金检两周之内结束 立法院司法委员会 也推动修改民法利率上线 要从现行的20%降为16% 金管会则是最少维持18%的底线 方看银行信用卡营运状况 中信银发卡量387万最高 国泰四华跟花旗也有259万 以及237万 用循环信用余儿来观察 则是花旗179.4亿元最多 中信银跟国泰四华银分别159亿元 以及146亿元 一旦确定调降 获利势必受到冲击 年底年关将近 资金需求大增的情况之下 对于利率到底调不调 会不会也影响借贷资格 民众可是斤斤计较 冬长新闻这种报道